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 玫瑰蘋果塔 首先要準備的材料 千層皮 三大匙的果醬 兩個紅蘋果 檸檬汁 一大匙的麵粉 糖粉 把蘋果切成薄片 接著放入檸檬水裡浸泡 避免蘋果氧化 為了要讓我們蘋果片好塑形 我們要把它加熱 再來我們要準備我們千層派皮 撒上一些麵粉 擀平後 將千層派皮對切 接著刷上果醬 再將蘋果片一片一片點上去 記得蘋果皮要炒上哦 就可以把它捲成像玫瑰一樣的蘋果塔 再來我們準備我們的烤模 將奶油刷在我們烤模上 為了避免我們的蘋果塔 黏在我們烤模上 撒上一些麵粉 把完成後的玫瑰蘋果塔 包入我們的烤模中 就可以進入烤箱哦 記得烤箱要調味171度哦 過了45分鐘後 我們的玫瑰蘋果塔 就完成了哦 我們要到達市場的 我的爱情欲静